球员一退役变费了 众所周知,透过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,在凡奔B-A球员一卸甲归田,他们稀释的完美身材变不复存在,转而变成了有孽密的中年大叔。 即便是姚明,柯比以及乔丹这样的超级巨星,他们也没能躲得过岁月这把杀猪刀。 然而,这凡事都是有例外的,有一个NBA球星,他在退役后非但身材没有走扬发福,反而是变得更加的健硕。 众所周知,1.98米的柯比,无论是身高,身材比例在NBA都是佼佼者,属于标准的型男身材,在NBA效力的20个赛季里,无论是金色的菜鸟赛季,亦或者是2017,柯比都保持着非常完美的身材。 然而,在2016年告别NBA以后,不到短短两年后,现如今的柯比已经快拔福到我们认不出来了。 与柯比一样,球员时期的乔丹同样是NBA型男的标杆。 在当年,乔老爷的完美身材,可谓是让人羡慕嫉妒恨。 不过,在退役以后,即便贵而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,乔帮主同样为能抵挡住岁月的杀猪刀,成为了智罗罗的乔胖帮主。 非天神猪八克利,球员时期就已经非常胖了,而退役后的他,嗯,已经看不下去了,真的能够与奥胖一较高低了。 即便是平时非常自律的姚宁,在球员时期,姚宁在NBA球员中,应该是属于偏受型的。 可在2011年退役以后,姚宁就开始非常的胖起来。 看看线,如今的姚主席,你是否还能想起,十几年前,他出入NBA的模样? 当然,这本事都是有例外的,比如说,比比,球员时期的比比在NBA球员中属于身材比较一般的,不胖也不瘦,而在退役后,比比也经常参加一些商业活动和比赛。 人本以为,比比退役后会与其他人一样开始发福,然而,可怕的是,退役后的他不仅没有发福,而且还变得更为健壮,这确实是难以置信。